我国李显龙总理明天起到日本进行四天的访问 他将出席亚西安和日本建立友好合作关系50周年的峰会 在峰会上亚西安和日本将讨论如何加深和扩大对话伙伴关系 包括在数码和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进行合作 各国领导人也就区域和国际课题展开讨论 李总理在访问期间也会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 在李总理出访期间国务资政张志贤将出任代总理